疯狂呢 它就有一个好处 为什么这么强呢 首先台积间的5纳米 5纳米是一个非常先进的制程 苹果的A15就是台积间的5纳米 所以5纳米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供应制程 好 架构也非常不错 四个A78加四个A55 它让我们有了高性能和机梗号 同时GPU全面升级 六个核性能提升20% 能效也提升了20% 还有在APU RSP以及Modem方面 跟千奇九千是同代架构 所以这是千奇八千一 它有着澎湃的性能和兵风的能效 是一款极强极强的处理器 当我们联合首发了千奇八千一之后 有特别多的米粉 在我的微博下留言 特别关心我们的侨教 说卢总啊 你们一定要侨教好再发布 侨教不好宁愿晚发布 这是我们刚才讲的 就是一定是侨教好我们才发布 所以我说请大家放心 我们两家呢 已经联合深度侨教数月 接近半年 并且呢 我们也全部打载了我们自研的侨教技术 源自内存 Io Turbo 胶卷计算 智能稳真 以及超级智能省建 让我们的系统更加流畅 更加省建 所以呢 前进侨教还是要看我们Redmi 好 锡片好 侨教好 散热也要好 这次在散热方面 我们也是不益于利 3950平方毫米 整个散热系统 跟我们开国内容版本 Pro的版本一模一样 好 这么强的性能 大家肯定说 那你们能不能跑个分呢 好 我们就跑一下 59帧 这个分数大家感觉怎么样 是不是很强 好 董行的又会说了 你们的环境温度是多少呀 你们测试的时长是多少呀 你们的客温是多少呀 客温是多少呀 好 这就是成绩 无可争议的牛逼吧 环境温25度 可温46度 一个小时的原神 牛逼吧 这个成绩 一定超越了目前 这两年发售的 超过百分之九十几的 大家手里的 四千五千六千七千的 手机的性能 这就是开物铃 很少想象的满针性能 这是极大杀气 第二个杀气 大家要注意了 屏住呼吸 三星两看直屏 我知道这段时间 米粉们都憋坏了 搞不清楚你们到底是什么屏幕 我说一定要保密 一定要憋死你们 好 这块屏幕呢 跟我们Pro是同款的 所有的指标一模一样 所以我就不做过多的介绍 大家已经发现了 我们开物流这次 有另外一个目标 就需要全面推动 两开屏幕的普及 所以讲到两开屏啊 再讲一个 我跟8200的小故事 一年多 当联发科的工程师 在给我介绍这款产品的时候 那个时候 他们产品定义里说 是不支持两开屏的 我说我们Redmi 要支持两开屏幕 这么好的芯片 不支持两开屏幕 一定会可惜它 他们就说 哎 卢总 好像所有的品牌 只有你们起手来 要支持两开屏幕 其他的人家都不需要 我说道理很明显呀 人家不做 我才做嘛 人家都做 我却说有什么意思 对不对 所以我说 你们一定要给我 出一个高配的版本 支持两开屏幕 这就是8100的来源 以前只有8000 没有8100 是因为Redmi 要支持两开屏幕 才有了8100 后来呢 可能友商觉得 这个芯片更香啊 对吧 说他们也要做 联方科问我的意见 我说挺好呀 好东西 大家一起去分享嘛 没问题 但是齐心啊友商 乔教好再发布 乔教不好不发布 对吧 前期9000的口碑 要大家一起去维护 大家说 同不同意我的观点 好吧 我们是乔教好了 我们才发布的 好 这是第二个大杀器 两开屏幕 第三个大杀器 5500的大杀量 5500的大杀量 不可思议吧 它的续航要多牛啊 GOU1-32 GOU是我们每个厂家 去测试的一个 续航能力的描述 它是模拟 我们一个人的 重度使用 到底能使用多少千 我可以告诉大家 副作者告诉他 你们现在手里 用个手机 很多可能1到1.1之间 有的可能还没有1 所以1.32是一个 非常非常恐怖的续航 好 它到底多强 其一 毫无疑问 超越了所有的 2022年的 两开旗舰手机 大家刚才说 你们刚才不是说了吗 续航对偿的是 Ki50 Pro 极确 过了十几分钟 Ki50成功上榜 所以打败我们Redmi的 只有我们Redmi自己 好 两开屏幕最牛 毫无疑问 大家说 那你们能不能跟 4HD屏幕的手机比一下 好 超越了所有搭载 4HD屏幕的手机的续航 前段时间 我在微博上 也做了个假案 我说 大家认为 现在续航 最牛的一款手机 是什么 本来晚上 大家是说 我们的Note C Pro的 没想到 90%的人说 是iPhone 13 Pro Max 这继续让我有点尴尬 这也说明了 iPhone 13 Pro Max续航 实在是目前是 有口皆碑 所以我们就在想 我们能不能超越 iPhone 13 Pro Max续航呢 毫无疑问 我们超越了 我们相信 Ki50会是 2022年 旗舰手机的续航之王 看到这里 我想再延伸一下 看下安卓对iOS 这两年呀 安卓还是被iOS 压得有点辛苦 所以在我们 全面不能超越的时候 我们Readyman认为 我们要申请局部的超越 所以在一队以前 我们发售的 发布的 Ki50建计版的时候 我们通过 马达的阵量 来超越了iPhone 13 而这一次 我们在续航 这样一个大赛道上 又超越了iPhone 13 Pro Max 所以我认为 我们安卓这两年 一定要努力要中期 要去超越苹果 好 谈完续航 我们看一下充电 搭载的67瓦 但是大家要关注 依然是8.48毫米的厚度 依然是非常的薄 这是我们第三个大杀器 5520大杀量 几四个 几四个 一定会出乎大家意料 OS光学防抖 这也是这段时间 应该来说 大家比较 是吧 不知道 所以你们到底是 是吧 810那边有没有 我们告诉大家 这一次 我就有一个目标 普及OS 普及光学防抖 好 搭载的是前后双索尼 相机 后自MX582 前自MX596 具体不太多讲 看两张样片 一张是我们白天拍的 一张是我们夜景拍的深圳 都是非常的不错 好 全能的企业 都非常的齐全 跟开吻的Pro几乎一样 有蓝牙5.3 有WiFi6 有BattleDBX双导航 有AFC 有力气声 有XO信息马达 以及有横尾遥控 所以该给大家的 我们全部都给了 这就是 我们很超想象的开吻林 两开直屏 千极8100 5500韩时大电量 OS光学防抖 我不知道大家 同意不同意我 开吻林已经完全超越了 开40 同意吗 同意 好 最后谈一下价钱 我让我们的团队 说你们能不能去找一款手机 给我们的开吻林 做一个对标 他们狠犯的 说他们找了很久 说他们完全找不到 我想了一下 也的确找不到 大家可以给个建议 哪款产品今天能给我们开吻林去比 完全找不到 就这个时候 我就想到了一个词 叫寂寞 今天开吻林 就是无极的寂寞 孤独的存在 甚至不是今天寂寞 可能我们要寂寞一年 我们相信开吻林 在整个2022年 都会看不到任何的对手 可能我可以做一个断言和预言 在2022年 你想买千极八千一家 两开屏幕 你可能买不到第二款 更不说它还有 五千五百韩时的大电量 还有OS 光学防抖 所以开吻林没有对手 所以我们也不比了 直接出价钱 2399 前段时间我看大家都在猜价钱 不知道两开屏幕的情况下 大家都在猜252627等等 8100 两开屏幕 五千五百韩时大电量 带OS光学防抖 2399 无极的存在 好 也是 今天晚上9点 我们就开启预售 3月22号 星期二上午时间 全球什么 一共有三个版本 大家根据自己的喜好 喜欢 请选择就好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